工作人员聚集在座位席 医护人员在舞台前方仔细替他们裁剪 31号宜兰绿色博览会休元一天 因为有确诊者足迹 所以除了员工筛检外 整个园区也全面清销 31号宜兰有国小外聘体能老师确诊 这名老师曾经带学生到绿色博览会参观 根据了解他每周有20堂课 27号到台北跟朋友吃饭 28号并未进学校 29号虽然也没进入校园 但带着班级学生到宜兰绿色博览会参观 30号晚上就传出确诊消息 因此绿色博览会紧急宣布 31号休元一天 而这名老师也是来自桃园的舞蹈训练班 到宜兰某国小教体能课 所以这所小学也紧急清销 并且安排全校570名师生回到学校裁剪 目前我们就是先做这个筛检 那我们会筛检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会先请这个学校进行预防性的一个停课一天 那是这个筛检的状况 我们再来评估后续的几次 不止宜兰有确诊者足迹 截至30号为止台东县总共累积了12例 31号又新增5例确诊 台东接连几天都有案例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县府宣布4月9号的公务人员运动大会取消 以及4月5号前全线禁止绕境活动 就连2号和16号的油童花季开幕 以及市集茶会也取消 不过4月2号3号的电音趴却如期举办 让民众质疑这标准到底在哪 我是觉得政治不要吧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是要注意安全 我们这个电音它最主要是 考虑到这是一个经济活动 而且我们又比大港开场 更高规格的 是打满两剂才可以入场 所以其他的防疫工作 比如说人员的管制 或是周围的巡访 我们都会加强 全台疫情多点爆发 甚至有些案例 感染源都还不明 大型活动恐怕更要谨慎举办 TVBS新闻 简大成刘景元周永轩 宜兰台东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